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雄斯指数是下跌5.86% 目前报价是23550点 原油方面布伦特原油 英国石油是下跌了3.58% 目前报价是33块钱 那么澳元兑美元的目前报价是0.6485 黄金价格是1635美金 下跌1.5% 比特币下跌1.3% 目前报价是7880美金 所有产品的基本上都依旧是挣幅比较大 尤其是股市和石油方面 巴菲特呢 我们是大部分人的这个股神 心目中的股神 那么呢 去年的时候啊 19年 他在很多股票上也就进行了抛售 持有大量的现金 基本上是千亿规模 那么他在最近到底是有没有开始抄底呢 其实已经开始了 从2月27号公开数据显示呢 巴菲特在当天就开始逐步买入各类股票 其中呢 公布出来的啊 比方说航空股买了5000万美金的啊 那么到现在呢 42啊 46块钱买入的啊 现在是42块钱跌了4块钱 10%啊 大概这一笔交易呢 是亏了500万美金 那么除了他之外啊 我也是已经开始抄底了啊 所以说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呢 操作上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虽然啊 最近两周啊 他亏的比较惨 我亏的比较惨 啊 大家都是在亏损状态 其实呢 有一句话 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啊 就是百味人生 要大胆折腾 大的企业家呢 往往都是经历过几次大的亏损 包括现在的疫情期间 很多企业家呢无法开工 其实也是在不停的亏损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抄底呢 其实从数学的角度来讲 很简单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是价格的最低点 那我们就多进行几次操作啊 比方说每个月买个几千几万股票或者是股票的指数 或者是每跌50个点买这样的一个澳元对纽币的一个产品 或者是每下跌5%10%我就去买一点相应的个股 或者是各国的大盘指数 这样的操作来讲的话 相比于我们去判断 这个系统性风险的底部到底是哪里 要显得更为合理 比方说啊 我们如果现在给我们一个机会 回到2008年 我们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去遇见我们的初恋吗 当然不是 我们去08年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把我们的投资做好 那么在现在10年之后过去了 在08年我们其实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呢 必然就是没有大量的买入股票 试想一下人生这么多年 我们经历过少则几十岁二三十岁 多则呢可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 这样的一个年份里面 有多少年股票的价格能够下跌30%到50% 很少 大家或者再想一下 那么有多少年石油的价格是徘徊在30美金以下 也非常的少 那么这种机会一旦出现了 不管市场再怎么恐慌 石油价格已经比水便宜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呢有开采成本在 结果呢售价还这么低 虽然它有战略上的意图和国家之间的一些冲突 但是呢本质上的供求关系最核心的因素不会改变 所以呢在目前的状况 我们要一边去冷静的考虑如何抄底 配置自己的资产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冷静和魄力 该出手的时候出手 那么如果没有把握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分批小资金分批进入 降低我们一次性亏损的风险 那么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现在比我们还着急的 给我们做背书的是谁呢 特朗普排在第一位 因为我们从27号到现在看到的是 短短的两个星期 股票市场下跌了这么多 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也下降了这么多 所以呢是等比例的 他比我们还要几 在今年下半年的选举过程中 特朗普始终是以口号 这个是经济建设和股票的价格上涨 作为两大支持 但是呢目前特朗普公布出来的 想要救世的一些政策呢 受到了民主党的抵触 很简单啊 民主党不希望他继续这么嚣张的连任 所以呢在减税啊 包括减免个税方案这些提案上 现在实行的可能性啊是非常难的 但是呢不排除啊谈判的时候呢 双方会各让一步 我们知道特朗普最擅长的解决措施之一 就是谈判 所以呢未来啊 短短的一个星期或者两星期之内 我相信美国方面必然会出台很多的 政策上的经济上的支持 相比于银行传统的上这些方法 银行降息啊 增加这个市场上的资金数量啊 购买债券啊 或者是回购证券 那么这些方式呢已经在做了 包括昨天英国央行突然紧急降息 目前英国也是公布了 要买入1500多亿英镑啊 接近万亿的人民币的这样一个金额的债券 为市场提供流通性资金 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 机构和国家啊或者是央行 各方面都在努力救市 因为没有人希望市场一直恐慌下去 另外呢最近有一个小道消息啊 非常的火就是说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坚挺的 能够和沙特抗衡 就是因为中国方面一直在进口90块钱每桶的石油 从俄罗斯 那么这个合约呢 签了25年 这个消息不是那么靠谱 合约虽然是签了25年啊 要进口石油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价格方面是浮动的啊 就像我们去买房这个利率呢 贷款利率是比较可以选择固定的啊 固定5年10年20年30年 连我们买房子都知道贷款利率呢 尽量在现在不要说固定啊 因为未来可能降息一定要浮动的 那么每年波动的0.25%的贷款利率 我们都要慎重的考虑 别说每天波动都可能高达10% 20啊 目前的价格上 这种石油产品 怎么可能一直按照90美金来进口呢 对吧 啊 用屁股想想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 中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价格是一个浮动的 并且呢是有公式在的 那么根据这个公式啊 假设现在是30块钱 那么再差再差 也不可能超过60块钱来进口 哪怕它是用过去三个月的一个平均价格来计算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中国政府是很聪明的 虽然我们是希望政治盟友 这个关系越来越坚挺 但是呢 也不会说是出让国家的利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要参加今天的网上的网课 可以和我们的小助手报名 或者是拨打电话 03-8658-060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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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